請教前台中市交通局局長王毅川 為什麼你說顏利民在說謊 為什麼 各位剛剛看到顏利民 在畫面中拿出了這一張圖 這張所謂的台中捷運路網圖 路線圖 我第一次看到這一張的時候 我在想說我沒有畫過這張圖 而且他說這是林佳龍時代 送行政院核定的那個版本 我沒有畫過這張圖 我打電話問我前交通局的同仁 我問他說 這張怎麼畫 他說局長 不是 這是網路裡 網路哪裡 他說維基百科 有一個捷運的友好的團體 這個小朋友他住在新竹 一個新竹的學生 自己畫自己變贊民 所以他跟我說的 這個南四空站 這個是這個小朋友 自己畫的 叫做南四空站 一個副議長 拿著一張網路的小朋友 哭手的圖 拿來開記者會 然後罵林佳龍 更巧的是 他罵完之後 國民黨的記者會 也拿這一張 再來 國民黨傳出來的貼圖 全部是這一張 這樣可以嗎 這是什麼樣的勁動 跟顏利民說 什麼 他有去爭取 平頂戰 平頂戰什麼時候爭取的 3月30號 報告什麼時候送的 3月4號 台中市政府報告3月4月3日 他說3月30日 他去盡處 這樣要盡處 晚上就上 九龍排骨再討回來 又頂下 這都不可能 所以這個地方 他也在說謊 怎麼可能3月4號送出去 然後你3月30號 就再爭取另外一個站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就講這個什麼 南四坑站 南四坑站是這個小朋友 自己取的 然後他也相信 做一個副議長 台中市的副議長 拿著錯誤的資料 再開記者會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一張 你看這一張 這國民黨做的 今天市場也在這裡 你確認一下 他也說南四坑站 怎麼會這樣子呢 選機選擇都沒鬧去 然後要拿這個 然後叫我們來回應 郭德某違規 這個道理叫我回應 接下來 他就講說 什麼站的這個名字 我跟各位講 2018年的可行性評估的 這條圓的 2021年的綜合規劃這條 這有點複雜 可是當時呢 我們在過規劃的時候 各位看這裡 這個地方 就不是什麼正因路口 這二種圓的 這二種圓的 這差不多二兩三公里 所以哪有說什麼 取消了這個什麼 做了什麼改變 好 我今天再跟各位 給各位看一張表 這一張表 是今天最關鍵的一張表 就是可行性研究報告裡頭 性評估報告出現的圖都沒有佔明 只有編號 因為我講過佔明還要經過很複雜的討論 市民都想要參與意見 好 這張也是 好 今天我把這一個禮拜講的這個 跟顏家有關的捷運男性的規劃 跟他做一個總結 第一個 B8站 出入口設在顏家的土地上 B4 B5站 取消了沙路火車站的共構 新的站的兩邊的正中間 雙捷運加持 這個名詞我最近找到 因為他們最近 這個路澤開發 就在這裡推了一個建案 上面就寫雙捷運加持 這真的是很好的行銷廣告 這裡有一個路澤開發的建案 這裡650坪未來會有多少建案 這第二個 第三個把台中港OLED這一站 在前面1.6公里的地方 右轉到了一個學校預定地的旁邊 昨天我有提到這件事情 你說這個第一站的地點也挪移 移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移的1.6公里 到一個新的地方 一個多麼神秘的地方 來 對 說學校預定地 對 好 我們來看喔 好 我們來看這個位置 照道理山井OLED 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今天這樣應該很大 新的位置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視圖園中間 電子遊藝場就是這裡 遊戲南海跟一番 金融京電子遊藝場 土地上的圓寬橫 金融東建物視圍中間 153號 155號 就是金融京電子遊藝場 你連這個也要刷 你連這個也要刷 本地這個勾勵在這裡好好 你鑑購在1.6公里前右轉 利你的土地比較近 這個你也要弄 對增加站 改路線 這裡提早轉彎 就整條都給你母親就好了 台中市政府的專業去哪裡了 為什麼要做這個改變 那我們也去查了 剛剛講的這兩塊土地 確實都是圓寬橫的 這就是現場 這就是遊戲南海 這間 好 除了這個之外 今天我又發現了一個事情 我們原來2017年版的 大台中軌道路網站這樣 這裡有一條叫做機場捷運 從清水 這裡有一個台中機場 可以貫穿到清水 到沙路火車站 跟這條捷運南線 跟台鐵交會 各位看喔 這一條 現在呢 機場捷運不見了 它在這個地方就轉彎了 跟這條南線一樣 到終點站轉彎了 這裡為什麼要轉彎 這一條現在 台中市政府的機場捷運 為什麼要轉彎 轉彎最後那一站是哪裡 清泉餐廠業園區 捷運南線 你要負 機場捷運 你也要負 這條是大家在討論 這海線 我們的捷運南線 進到市區的這一段 都要不討論 因為不是這條選機的風景裡面 更為以前的交通局長 我們規劃了這樣的一個路網 海線雙港互都心 我們的機場的捷運 可以通到市中心 通到台中港 然後跟捷運南線 在沙路火車站 山鐵講過 機場捷運 捷運南線 台鐵 山鐵講過 把線路做一個海線的副都心 這件事 因為捷運路線的改變 捷運南線沒有跟沙路火車講過 機場捷運本來可以到清水 到沙路 也在盧秀苑的所中 現在這一條路線也沒了 這條路線 到清沙公清泉港的產業園區就回去了 也沒辦法去沙路 沒辦法去沙路 讓它山鐵掘掘掘 我覺得非常的痛心